阿美陀佛,大家好,我是李基谦师傅 有时候业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可思议 今天这一场直播其实已经是我第三次了 头一两次其实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结果我都得重来 所以如果你刚才有看我的直播有留言 有按赞有分享的话实在很抱歉 那今天做这场直播是为了要回答一个常问问题 就是我常常有观众留言问我说 师傅,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善事 我也有拜了很多的神 好像应该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很不顺呢 为什么我还是没有看到有什么 你说善有善报 我没有看到善报 我就是看到很多恶报在我的人生里面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是不是你讲的东西都不灵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做善事会有善报 没有错 你做善事的时候 你按着怎么样的心去做呢 其实也是决定 你这个福报会来得多 来得少 来得快 还是来得慢 那为什么你做善事 你没有看到好报 而是很多很多诸多的不顺呢 简单啊 因为你有业障啊 因为业障挡住你的福报啊 你做善事有福报 那你造了业 你行了恶 你一边行善的荡恶 你又造了恶 比方说你犯了佛教五戒 你杀身 堕胎 又或者杀动物 你那个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 等等等 你一边行善 你又一边造业 所以你的命运 你的八字如果排开来呢 因为我们的八字 都是我们前世的英国成绩单嘛 排开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善恶 善恶全部挤在一起的 您的好报 你的恶报 你的那个妄运跟率运呢 全部是参在一起 所以整个人生就 好像过山车这样 时高时低 时旺时衰 有的人呢 他表面上好像是 行了很多的善 但事实上 他不一定有用心的 有时候他只是一种 面子的问题而已 好像那天我看一个 卖保险的女子 他还不到30岁 很年轻 可是他的年薪 应该是年薪啊 因为我也没有问清楚 因为后来我没有跟他 看他八字 他说他的年薪是300千 那他要我帮他 从300千呢 赚到年薪500千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30岁不到 能够赚300千 确实是很厉害了 那请问你一年 布施多少钱出去呢 他就唯唯诺诺 爱说卖说 那一款 要讲不要讲 后来他才跟我说 他捐几千块 我说啊 你赚300千 而且30岁不到 又没有什么负担 你赚300千 你只捐几千块出去 我赚100多千 我自己啊 我赚100多千的时候 我都捐一两 我都不是一两万的 那跟别说 我赚300多千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不行 你给这么少 你还要得到这么多 那个因果的定律 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人 你不要以为 他有行很多善 有时候他行善的那一颗心啊 你要去研究 你再去讲到底 他为什么行善了之后 没有看到福报 如果真的累积了很多福报 可是你有业障现前 你的业障会挡住你的福报 因为可能你是先造了恶 你才行善 所以他挡在你的福报的前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现在不顺 很多人他只记得他造 他行什么善 很多人不会去care 不会去在乎他造什么恶 我今天就是来教你 因为有的人说 师父 你这样讲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咯 我造了这么多业 都没有人 我只懂怎么行善 可是我根本都不懂怎么消业 别担心 今天这场直播呢 就是除了教你怎么消业以外 我还会告诉你 你如何能够免费结缘到一枚 药师流离光王佛的佛牌 佛牌有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蓝色 也有这个金色比较小眉的 而且后方还有药师佛的咒语 又或者你也可以结缘 这一枚菩提叶的书签 上面就印着药师佛的法相 我待会会告诉你怎么能够做到 我先教你 人生嘛 难免会做错 不要说你 我也是一样 我的人生能够做到今天 其实是造了很多的业 造了很多的业 后来学佛之后 忏悔 重新再去改造我的命运 你知道为什么忏悔能够消业吗 因为当我们去忏悔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重新去编排 我们的因果 本来那个因果会这样 本来我们的八字大运会这样 本来我们住的居家风水是这样 但是只要你能够放下你的傲慢 只要你能够谦卑学习 愿意去认可这因果法则的时候 你能够去学习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的命运 可以重新编排的时候 那我根本上是伟大的圣尊脸身活佛 他教过我们八个方法来消我们的业障 今天就传授给大家 八大消业障的方法 一经历 二咒力 三法力 四施力 五佛力 六定力 七根本上施力 八空力 什么是经历呢 师尊是这么说 你可以念一千遍高王经 高王观世音经 大家如果不知道高王经的功德利益 又或者不知道高王经怎么念 可以到我的YouTube频道那里找 我有做过两支影片 一个是讲高王经的功德利益 一个是教导大家如何念高王观世音经 而且那个教学影片 我还有附上汉语拼音 而且我念的比较慢 让你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有没有学历也好 你都能够好 容易的跟着我的方法去念 你念一千遍高王经 能够帮你消业障 可是各位 各位 哈哈 千万不要以为 哇那无论我干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 我只要念一千遍就可以了吗 不是这样算的 一条罪一千遍 这样子算的 打个比方我刚才讲佛教无解 你有犯淫 那个是一千遍高王经 你有偷盗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一千遍高王经 你本身有杀身 堕胎啊等等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一千遍高王经 是这样算的 OK 这样才公平吧 对吧 敢做就要敢认 敢认就要去敢承担 如果不想要承担那个后果的话 那当然你就先三思而后行 不好意思大家 我讲话有点慢 因为我从昨天到现在 我还没有睡 但是这个直播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在今天完成它 咒力 一千遍高王经以外 世尊也教导 我们可以念根本上师星咒 根本上师星咒 也就是莲花童子星咒 有长咒和短咒 长咒 Om Ahom Guru Bay 阿赫萨沙摩哈连声 Sitihom 短咒 Om Guru连声 Sitihom 无论你是念长咒 还是短咒 你要念一百万遍 我这边写 One million的意思 一百万遍 上师星咒 来消你的业障 还有第三 法律 什么是法律 世尊是说 你要修忏悔法 真佛宗弟子 我们很幸福 我们一皈依的时候 一得到那个皈依灌顶 我们其实就能够修四加行了 四加行是密教里面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忏悔法 那要修多少谈忏悔法呢 要修一百谈忏悔法 也就是四加行 当然四加行并不是唯一的忏悔法 就看你皈依的那位师傅 他教你修哪一种忏悔法 那以正佛宗弟子来讲 我们的忏悔法就是修四加行 这施力 施力就是不施的施 什么是不施呢 怎么样的不施才能够帮我们消业障呢 有分的哦 各位 第一 见识 见识造塔其实都算了 造佛塔 还有礼拜 这个礼拜就是礼佛的意思 礼拜 供养 供佛 供菩萨 这些都算 我想供生应该也算吧 因为那个也是施力的一种 见识礼拜供养 还有你也能够去印经 这个印经呢 我写的比较简短 这印经呢 当然如果您说 好像印高王经 心经大悲咒 地藏王菩萨 本愿经等等 这些都算 又或者印善书 了凡事训 这个也是在印经善书的功德利益里面 那还有好像大家都知道 我每年都有送出我根本上师的书 去年我和师父送了这个 让阳光照进来 不要把心弄丢了 地狱变现记和诸天的阶梯 我们出钱买这些书 然后再送给大家呢 这当中也是印经善书 那个施力范围当中 还有行善 记事 行善就分很多种了 比方说布施药 给没有钱看病的病人 又或者赞助重困的孩子 读书助学金等等 又或者供灾 这些都是在行善的范围 那大家看到这个可能说 师父见寺 行善当然也可以见医院 见学校 见寺 行善 供养 印经 这些都是要钱的 所以这个施力 师父 我觉得只可以给有钱人做的 我们这种没有钱的人 都没有钱了 然后你还叫我们出钱做这些 各位 从礼祭前师父直播间走出去的观众 一定要聪明一点点 好不好 我们要灵活一点点 有钱出钱 下一句是什么 是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没有利 没有钱 有心 用心 用这理 想一下 你没有钱见寺 对不对 可是你觉得见寺很好 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人见寺 你可以用你的嘴巴 去劝别人 说那里有见寺 给人家可以有机会听闻佛法 能够修他们的身心灵 然后能够让人家学会解脱之道 你要不要出钱见寺之类的 我们能够去劝善 我们能够去劝善 也是失利啊 对不对 也是在帮忙见寺啊 你如果没有钱印经书 印经书 印经书 你看他不够税就这样了 那个发音全部跑掉 你没有钱 印经书 你可以怎么样 帮忙派啊 对吧 人家印了很多 派不完 不懂拿去哪里派 那你就跟他拿一些 派给你的倾盆器友 又或者你要站在 那个司马路观音标那里 帮忙派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那个也是你的功德啊 也是你的不失利啊 行善 你有钱 你当然可以捐钱 对吧 你没有钱 同样的 你好 谢谢你 对不起 我爱你 这些话 都是在讲什么 细语 柔语 框语 爱语 行善有很多种的 不要一直以为行善 就是一定要用钱 现在是2024年了 都有CHAT GPT出来了 如果你还在这么死板 这么老土 只是想着行善 一定要用钱的话 那你已经是退运的了 佛力 什么叫佛力 师尊说 就是要念佛号 那么本师 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 今天的主角 要是流离光王佛 又或者念菩萨名号 那么观心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那么文书势力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 你念这些佛号 又或者念菩萨名号 都能够帮你消夜 净土宗就是用念佛法门 用佛力来帮自己消夜障的 那念佛要念到多少才能够消夜障呢 要念到 师尊说 相应 什么叫做相应 打个比方 其中一种相应的情况 你在睡梦中的时候 梦到有很多很多宠 从你的身体的毛细孔爬出来 不是一条两条 百条千条万条 百千万条 毛囊 毛细孔 脚趾 你的 等等的 全部这样子爬出来 恭喜你 而且那个虫是黑色的 爬出来了之后 你全身发光 发出白色的近光 恭喜你 因为那个 就是相应的一个征兆来的 又或者 你常常发现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看你念哪一尊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常常现身 指点你 指导你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相应的状况 你的样貌越来越庄严 你的心越来越柔软 你不会有太多的贪名 贪力的那个心 你只想要帮助他人 你会发菩提心 你会想要说佛法给他人听 这些都是一种相应的状况来的 因为你所做 你所想 你所行的呢 就是有如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要是佛 如此的大悲愿 不要注意 相应这个东西 有时候呢 可能是一种魔像 不是佛像 是魔像 那如何知道 你的相应是真是假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现在我来说第六个例 定例 这里的定例呢 指的就是禅定的力量 原来禅定可以帮我们消业障 可是禅定呢 普遍来说 很多学佛人都非常忽略 大多数的人 他说我进不下来啊 我没有时间禅定啊 我不会禅定啊 所以他只是念经啊 持咒啊 修法啊 布施啊 念佛啊 他就是不愿意坐下来 好好地学习禅定 这个是错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东西 我们学佛人 修行人 佛弟子 请听好 我们所做的 一二三四五 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 进入禅定的状态 为什么禅定 对学佛人来讲 那么的重要呢 因为我们要达到指念 指住我们的念头 平时大家的念头是不是 哇 这边跑东 这边跑南 这边跑西 这边跑北 心圆意嘛 简直就是 真的是魂飞魄散的那一种 看我的念头全部散到完了 那种感觉 魂飞魄散 因为 就是因为念头很多 所以我们的烦恼不止 一下子想这个 一下子想那个 一下子贪念 一下子称念 一下子愚痴等等 这些都会让我们造 只要我们的念头 一直跑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通过 一念而造也 指念是为了指什么 指烦恼 让我们的人 可以静下来 我们唯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会产生 智慧 对吧 你胡思乱想的时候 你哪有什么智慧可言 沉淀 沉下来 而且我们禅定呢 就是为了要和我们的 本尊合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地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来自 某一个佛 某一个菩萨 或某一尊大天神 每一个人都有 你我他 在线上的这三百多位观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尊的 所以我们禅定就是为了 要跟我们的本尊合一 可能是观心菩萨 可能是要师佛 我们能够与本尊合一 进入本尊的三昧地的时候 那恭喜你 你将来此生 此生一完毕的时候 你往生净土有望了 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还是修净土宗比较简单 净土宗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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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错了 你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有口诀的吗 那个口诀 四个字 一心不乱 你要达到一心不乱的那个境界 你才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何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呢 就是你进入禅定的境界 一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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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你合一了 和那个佛号合一了 你慢慢合一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关掉外面的声音 你也能够关掉里面这里的吵杂声 一心不乱 你临终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现出来的幻象或魔象 给迷惑 不会失去了方向 不会被 妈咪你死得这么早 你死得这么早 你不会被这些人间的哭哭啼啼 给绑住你 饭学一出去 西方极乐世界 禅定的功力 第七个例 根本上失利 我告诉你大家 这个 如果你中Jetbox的话 死身 已经是稳的了 根本上失利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皈依的那一位 密教金刚上师 他帮你 他帮你 替代 你的业力 你知道这个有多伟大吗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有一句话我在念的时候 我常常都很感慨 地藏菩萨 好像是地藏菩萨说的 在地藏经里面 他说 父子 再怎么样是父子 都没有一个会愿意替代对方的业障 我告诉你 这句话真的是 真的不能够再更真的 你想想看 打个比方 你妈有癌症 你会愿意替代你妈妈的癌症吗 又或者你有癌症 你的儿子会愿意替代你的癌症 帮你换那个癌症 让你可以身体健康吗 我敢说 世上的人很难可以做到那样 为什么 因为大家还有一个我 ego self attachment 还有一种我值在那里 不要啊 不要啊 我怕死啊 我什么啊 我什么 他们把这个我看得很大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的顺遂啊 平安啊 吉祥啊 如意都看得很重要 所以他宁愿别人不平安 也不愿意自己不如意 但是 我的根本上是 圣尊连身活佛 他做到 所以归依圣尊连身活佛 是我此生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 真的 我唯一最后悔的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早一点认识世尊 我认识他 虽然我二十多岁就归依世尊 但你学佛法越久的时候 而且我现在都要快五十岁了 所以学佛法越久的时候 你就觉得 如果可以早一点开始 那该多好 如果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 那该多好 世尊他不只是替代过我的业力 我们有五百万个弟子 他每一位都替代过 你知道吗 只要你归依他 他就已经在帮你 替代你一部分的业力了 那如果再加上你用这些方法去修法的话 你能够消掉的业障会更多 什么叫做替代 把你的业障拿过来 师尊来守 又或者师尊他通过修法 他把你的业力拿到他的身上 然后再转移到虚空中化为五 又或者把你的业力转移到一棵树 本来那棵树长得很茂密 绿子 叶绿子 你看他没有睡住这样的 跟你讲了 要睡觉才做直播了 叶子绿油油的 突然间那棵树哭了 为什么 因为把你的业力转到那棵树了 这个只有密教金刚上师能够做得到 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所以这个根本上师力 可以这么说 只有密教的弟子能够得到此力来帮他们消业障 最后一个力 空力 什么叫做用空力来消业障呢 我告诉你 这个是最难的了 在这八大力当中 真空化五 如果你自己修行有成 你已经正得空性 你的一切的业力化为空 从此烟消云散 一笔勾销 但是要修到这第八个力呢 需要从 一二三四五六七加起来 累积了之后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了 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能甚至是二十四十年的那一种 有的人一辈子都修不到这空力 通过这空力呢 真空化五 所以一共有八个方法 来帮你们去消业障 那我们皈依了之后 我们的根本上是教我们修怎么样的忏悔法 这忏悔法当中 其实就已经有结合了这些力量在里面 那如果现在在线上看直播的你 你说 哎呀师傅 你讲的话 只是给那些皈依的弟子听的 那我们这些没有皈依的不是完蛋了咯 都没有这些办法来来消我们的业障 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直播的缘由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从我的耳环到我的衣服呢 我今天穿的都是一种宝蓝色的色系 因为这个就是药师佛的代表颜色 为什么我会穿这个颜色来做药师佛蛋的直播呢 因为这个农历9月2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的杨历10月31号 刚好是土耀节 迪巴巴利 那一天就是那么本师 对不起 我一直讲了释迦摩尼佛 那么药师流离光王佛的佛蛋了 那雷藏寺新加坡 他为了这一次的药师佛佛蛋呢 从台北请来了 台北中关雷藏寺的四连院上师 我去年就跟他也做了一场 药师佛曼陀罗有关的直播 不知道线上的您那时候有没有看到呢 是的 上师又来到新加坡 这一次呢 会带领大家一起念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这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是当年释迦摩尼佛 他说这经呢 介绍药师佛的种种功德利益呢 给他的弟子 还有在场的所有大众听的 那药师简称为药师经 它里头呢就有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称呼药师佛 如何礼拜 如何供养药师佛 能够得到怎么样的利益 而且药师佛他非常非常的伟大 其实他当年在修行的时候 他怜悯众生们要受这么多的病苦 因此药师佛就发了十二大愿 每一个愿望都不是为自己的 每一个愿望都是为了医好众生的病 我这里讲病你可能会想到说 哦 师佛你就会讲那种生病的病是吗 那种比方说癌症啊 又或者自闭症啊 那一种病是吗 不 不止那种身体的病 也包括了心灵的病 精神上的病 毛躁症 焦虑症 忧郁症 又或者常常想东想西哦 胡思乱想病 那个也是病啊 又或者贫困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原来穷啊 也是一种病来的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没有生病 我们不会生在人间 我们没有生病 我们一切都很好的话 我们没有贪 没有吃 没有撑 那我们又守戒 我们又行使善 我们最起码不混在人间 也能够混到天道啊 但我们却偏偏堕落在人间 只因为我们生病了 我们的心灵生病 因为心灵生病 我们就会做出很多不对的事情 伤害彼此 伤害众生 最终伤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药师佛他的 他的 令我非常赞叹的地方呢 就是他发那十二大愿呢 希望能够圆满众生的一切呢 他甚至愿意去 医好众生的八万四千种病 所以药师佛 大家如果不懂 佛好像全部都长一个样子的 我都不会分 我教你怎么分 大家看一下这一枚护牌 药师佛的右手 大家有看到吗 他拿着一个药草 这个药草不是普通的草而已 这个药草其实是药王 药中之王的意思 能够治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病的一种药草 药师佛就拿在他的右手 这个就是他的十二宏愿的一个象征 而且药师佛的左手托着一个波 这个波不是一个碗 是一个波 这个波不是一般的波 波里面有着甘露伐水 这甘露伐水就是药师佛 毕生的一种修行功德力在里面 这甘露伐水撒在您的身上 给您饮用 给您冲洗 它能够为你消掉你累世的业障 甚至能够洗涤您的身心灵 让你可以有明心见性 解脱生死的一天 我不求多药师佛 我不求多你给我喝一滴就好 一滴我也甘愿 我不需要一桶一滴我也可以 药师佛如此的伟大 所以连他手中的法器 你看他不是拿LV bag 他不是驾着Ferrari 他拿的东西 拖着的东西 都是为了能够给予您 可以有一天明心见性 解脱痛苦的时候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药师经的时候 他甚至有说出 如果你家里有人病危 很严重很严重 要死要死的那一种 有生命的危险 你知道吗 原来药师佛也有一个法 就是你能够在四十九天 连续 从第一天到四十九天 你念这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四十九遍 点亮四十九盏灯 照药师如来的行七 就是安七尊药师如来 照他的佛像七尊 而且每一尊的前面 供养七盏灯 每一盏灯要大如车轮那么的大 这些灯 四十九盏灯 连续四十九天 没有灭的话 你还能够照五色彩帆 长四十九节手 应该蛮长的四十九节手 如此 你就有望可以度过这危险 要是佛的宏愿如此的大 而且你还不会被一些灾难跟恶鬼所威胁 这只不过是药师佛经的其中 我讲的其中一个利益而已 药师佛有消灾 严寿 治病的一个功德在里面 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救度一切的罪苦众生 因此雷藏寺新加坡从今天开始 下午两点就会念第一部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 然后晚上七点念第二部 那接下来 我都把日期解释在这边了 这是星期天的第三跟第四部 还有星期一下午两点第五部 星期二下午两点第六部 星期三同样是下午两点 就会是总结坛第七部 那在这个迪巴巴利当天呢 土耀节当一天呢 三十一号下午两点半 在新加坡福庆会馆 度L&B Road 就会进行药师佛宝产了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呢 因为我知道我的观众当中 有很多人是真的有病的 有或者是您的父母 你的孩子我说了嘛 自闭也是一个病 您的孩子一直分神 不能够专注 其实那个也是一种病来的 因为只要我们不是一种 很正常运作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都是一种病 只是说病轻跟病重 病久跟病短的分别而已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很想为自己 为配偶 为父母 为家人 等等 消夜又或者你想要 为你的水子灵结 那个冤结 又或者您在工作上 遇到很多很多的小人 你不明白你哪里得罪他们 但你肯定是得罪到他们 要不然你这一世 也不会相遇对吧 相遇就是缘 只是善缘跟恶缘的分别而已 你希望把一切的恶缘 能够转为善缘的话 可以去参加 这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的诵经 这雷藏寺新加坡 他这一次真的很用心 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前来 共战法旗来念经 雷藏寺新加坡就有这些结缘品 跟大家结缘 但是有条件 各位 什么条件呢 因为要鼓励大家念经 所以所有去出席 这第一部到第七部 诵经的出席者们 他都会给你一张奖励卡 我没有那一张卡 但我有那个照片 他会给你一张奖励卡 而这奖励卡很可爱的 我觉得设计的人设计得非常的好 奖励卡上面有123456 所以你每去送一部经 每参加一次他们的送经活动 他就会给你盖一个盖章 那你收集满五个盖章的时候 第六个盖章是几时呢 第六个盖章就是在宝颤当天吧 31号在福清汇广当天 你盖满这张的时候呢 在法会当天 宝颤当天呢 你就能够选你心仪的护牌 所以你有这选 不是只有蓝色的这一枚 或菩提叶的这一枚 你有这些能够选 而且这些呢 到时也会有连月上师 在法会加持过的 因此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用心 因为是结缘 就是免费送给你 只要你有去参加 为了鼓励你呢 也让你能够得到 要是流离光如来的加持力呢 就准备了这些结缘品给大家 我个人哦 我个人有点私心 我确实觉得这两枚护牌 非常的庄严 这后方还有要是佛的咒语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 其实是这菩提叶的书签 因为一我很喜欢读书 所以我很喜欢收集书签 二我很喜欢菩提叶 因为菩提叶它其实就是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 坐在那里 七七四十九天后来进入圣身禅定 而证悟成佛的 所以菩提树和菩提叶 在我们佛教里面 有着开悟的一个意思在那里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菩提叶 不过当然了 我也不会去所谓的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啊 要照着规矩走啊 不能够有不正念 不能够说啊我做直播有介绍这药师佛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啊 这个就是偷盗的念头了 但我是真的很喜欢 那另外呢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其实除了这 也就是说你只要去其中五个就可以 当然你一到七要去到晚都可以 但你有去五个呢 他们就会送你了 除了这以外 其实在第五步 也就是星期一晚上七点 还有星期二晚上七点 联月上师也会在雷杖寺新加坡主坛护魔超度起伏 吸灾的法会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东西呢 因为你知道吗 消业障不容易 造业容易 消业难 而且每一场众人聚集的法会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饮酒 酒后乱性 等等的罪业 不止这一事 还有包括前事 前前前事 累事的一种业障集合在一起 要让一个法会能够顺利的进行呢 我们真的事先要做很多准备 不是我们的 就是他们 他们事先真的要做很多准备的功夫 你看我今天做这场直播 是我第三次了耶 我第一次跟第二次都发生了问题 不能够正常的放到上去 所以我已经拍 我刚才从五点多已经拍到现在了 我希望这一场能够顺利经过 因为我不能够想象 我还要同一个直播讲第四次了 所以这些大家都欢迎大家去报名 你可以报名超度起伏 水子灵 传身灵 祖先灵 你的未父母起伏 等等等 如果患癌症 如果患癌症的观众们 又或者您的家眷 你不只是要为他们祈福 你要超度他们身上的传身灵 因为癌症里面的瘤 如果你开那个发眼去看的话 哦 原来都是有人 开关引号 有人在那个瘤里面的 有可能是你以前杀过的水子灵 可能是你以前杀身过的一些畜灵等等都有的 这个灵界就是灵异的世界呢 其实是一般常人无法想象得到的 但是我经历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很多东西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的简单 所以请记得如果有重病的人呢 要超度的禅身灵 不要只是祈福 为什么不能够祈福要超度呢 因为我们要跟那个禅身灵赔罪 我们需要跟那个禅身灵有一种交换 有一种交换的条件 来啊 我以前欠你的 那我现在给你一点甜头 希望你能够因此与我冤孽化解 解那个冤结的意思了 这要师佛宝灿 如果大家能够去的话 我是非常鼓励的 因为我刚才提到嘛 宵夜障有八大方法 所以宝灿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念要师佛经 而且也会有持咒 那当然也是 因为宝灿 它也有是一个完整的仪魁 也是一种忏悔法 那在宝灿的时候 一定有供养 他们会准备食物供佛 那我们是跪拜的 宝灿就是一边念一边拜 一边念经一边拜下去 那因此这供养跟礼拜 我们就有做到施礼 那当中当然我们在供养要师佛 我们也会念要师佛的佛号 要师宝灿里面 有念很多很多的佛号 里头也当然有佛力 那这宝灿做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有短短的 就是静坐 这静坐是一种禅定 可是禅定不只是 我写成禅力了 对不起 应该是禅定的定 其实所谓的禅定 不是坐在那边关着眼睛 才叫做禅定 我们念那个东西 念到忘我的时候 念到已经摒除了 所有外围的杂身跟杂念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禅定的一种力量来的 因此禅定不限于只是坐在那边 关眼睛 你持咒 你念经 你念佛 甚至你在做大礼拜的时候 能够做到一心不乱的那个境界 恭喜你 你已经进入三昧耶的那个境界了 那当然了 我们正佛中的法会 我们都会请根本上是加持的 所以这当中也有这个替代的力量在那边 所以你看 去参加法会 去宝灿 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已经能够做到了 有观众问我说 师父你讲连生活佛这么好 那如果我要皈依可以吗 可以啊 在法会 在宝灿的时候 其实连月上师都会为大家带师灌顶 就是带我们的 代替我们的根本上师 来帮我们做那个 皈依灌顶 所以大家到时可以在柜台那里报名呢 然后就可以得到您的皈依证书 那当然要记得上台 喝那个皈依 受那个皈依灌顶 这个很重要 我们学佛 其实不只是为了希望这一世能够顺顺 也不只是为了这一世 能够什么 什么名成立就啊 家庭平安啊 那一种 那个是其次了 其实那个是入世 就是在人世间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 我们最终最终学佛呢 是希望能够了解 了结我们这一世的俗缘 可以做到 回归心河 我刚才不是说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来自一个地方的 有的顾客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说 你是观世音菩萨那边来的 很明显 他就说 是是是师父 我家里拜观世音菩萨很多年了 我妈也拜 我也拜 我妈还把我就是给观世音菩萨做馈长婆娘的那一种 是啊 因为你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那边来 可是他忘记怎么回家了 他已经忘记他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回归心河这一本书是我根本上是第三百本 今年刚刚完成的一本书 里头就是教我们如何和为何通过这八个方法 可以回到去我们的本地 我们本来的那个缘起的地 我们不是属于人间 大家不要天真 所以拜托这一世 不要跑去跟你的老公说 我来世还要跟你做夫妻 我来世还要娶你做我的老婆 妈 我来世还要回来做你的儿子 拜托 不要讲这种有的没的话 你要再来人间多一次 你就是要死多多一次 到时候你还要去想 你要怎么死 挨着死 撞车死 意外死 还是中COVID死 如果你那么长情 请你把这个情放大 变成一种大爱 帮助众生 让你的情感可以绵绵不断 如果你真的这么长情 约好一起去净土 好不好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也好 到达要是佛的东方流离世界也好 在那里不生不死 回归星河 不要来人间受苦受难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听了我的直播之后呢 你当然可以求入室的东西 但我更希望呢 你要懂得求出室的东西 求你的往生自良 回归星河这一本书 它也有英文版 Return to the Stars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站那里找 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它对于那一种 刚刚皈依又或者进来 不知道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呢 这本书回归星河 还有我之前介绍的 The Aural Wisdom 智慧的光环 这两本书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研究 学佛就是为了什么 让阳光照进来 我是李季千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 希望大家 重视及珍惜这个法源 我父亲就是去年呢 在药师宝灿 新加坡福音会馆那里呢 告诉我说 答应我了 他愿意归异的 当天我其实为他报名了 那个 大功德主 我忘了他的名称是什么 那时候为我父亲报名了 大功德主 所以我心中对药师佛呢 有一种感恩 师真加持 药师佛加持 让我说了18年的佛法 给我爸爸听了之后呢 他终于洗涤了那个业障 愿意归异 那当然要教他佛法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上坡路啦 但是我愿意 因为他是我父亲 或许这一切的因缘 就是因为大概十年前 安娜师姐 雷藏师新加坡 他那时候找义工去上妻 为药师佛的十二药叉神将 因为药师佛不是有十二个大院吗 所以每一个愿望就化为了 一尊药叉神将 十二个方向的去护持药师佛 所以当年安娜师姐 找义工去上妻的时候 我刚好有空 那我和我先生 以及另外一对夫妻 我们四个人就花了整天 不懂是一天还是两天的时间 在那个房间里面一直上妻 由那十二药叉神将 或许因为当年不失了这个时间跟精力 换来十年后 我父亲因为药师佛的关系 终于肯归一 我根本上是圣尊连神活佛 这一个就是我告诉你的施礼 佛教说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希望你们都有这样的美好的音乐 再见 再见